本节目由懒人健康开带及时的 魅力厨房新米粥特别赞助 其实有的时候要过高品质的生活 并不是凭空的一句话 而是要我们实打实地去实践 而且我们要有很多的能量 刚刚我说我们要上德厅堂 下德厨房 对吗 还要抱得动孩子 这个我妈一直在跟我说的一句话 就是她说你知道吗 你小时候特别特别懒 每次只要出门 你就不愿意自己走路 非得让我抱 然后长大了以后呢 长大了以后我就 妈妈只要愿意去逛街 我都一定要陪她 哇 而且还有另很多大包小包的 对 要在后面提东西 是的 其实你知道 我老是说这句话 我说妈妈真的像超人一样 她就是24小时待命的 对 然后宝宝一有什么需求 都是完全地去呵护她 所以说母爱很伟大 但是久而久之妈妈会很累啊 特别很多宝宝 她抛妇产以后 她可能缺乏对世界的安全感 这都是我跟自己找的借口了啊 然后呢 她就会 给自己打气 她就会白天的时候 她就要你抱着她才能睡觉 现在好多孩子都是这样 所以我一直 她白天睡觉 我抱了差不多七个月 我再把她放到床上去 结果呢 我呢 就这个肩部和颈部 就疼了很长时间 就疼 是吧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辉哥会疼自己的老婆吗 会替她分担一些吗 会 那肯定没问题 而且帮她抱孩子 但是我每次抱儿子的时候 不会引起我的肩部不适 对 为什么呢 就是我有力量 没关系啊 我抱她就很轻松啊 但是有的时候 因为我们是 比如说这种职业的音乐人 大家会经常在电脑前面 做录音 做音乐的后期 这个工作是非常枯燥的 大概有 可能连续五到六个小时 在电脑前面 然后这样的动作 尤其是右手这个部分 这个右胳膊 经常这样的话 大概持续那么久的话 我记得我在做录音棚的那几年 就右胳膊有很重的这种肩周炎 肩周炎 应该是肩周炎 因为会感觉到很不舒服 你们听说过这个词吗 叫颈圆性肩痛 它应该是个什么病 是不是这儿疼 颈吗 颈圆性肩痛 那个肩周炎那不是肩疼吗 那个你说的那个颈圆性肩痛 那就是颈痛 颈痛 我觉得应该是 但是它最后这个名词 落在了肩痛 颈圆性 那是不是连接的这个地方 连接的地方 就这儿也疼 肩也疼 这儿也疼 肩也疼 叫颈圆性肩痛 就是这个圆圆的地方都疼了 是不是 你看啊 大家听到一个新名词的时候 都会往自己身上对号入座 是不是曾经我或者我周围的人 遇到过同样的问题是吧 对对 痛我们都是能感受到的 生活当中有的时候 就是会有一些疼痛 在困扰着我们 那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我们要怎么样来区分 这两种痛的不同之处 才能对症下药 是的 各位 问题来了 那就是肩周炎和颈圆性肩痛 到底有何不同呢 大家觉得呢 都是痛啊 就怎么样的不同的痛法 就是痛在哪儿 怎么个痛法 来 肩周炎是肩疼 颈圆性肩痛是脖子疼 好 一个肩疼 一个脖子疼 沐希觉得呢 颈圆性肩痛是病根 肩周炎是可以医治的 同学 我觉得可能肩周炎程度轻一点 然后颈圆性肩痛 应该是程度比较重 而且相对比较罕见一点 少见的病 对 来 辉哥呢 我倒觉得肩周炎 它的这个发病原因是肩 然后颈圆性肩痛呢 它的原因在于颈椎 不管是病因还是症状 大家各有各的道理 那么这两种不同的这个疼法 肩周炎可能我们大家听得比较多 那颈圆性肩痛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听听 专业的医生是怎么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的 究竟肩周炎和颈圆性肩痛有什么不同 肩周炎一般是指的肩关节 关节囊以及关节周围的软组织 或者韧带的一种慢性炎症 而导致的病人肩部的疼痛 不适感 尤其是在晚上可以加重 同时伴有活动障碍 颈圆性肩痛 它是指的 颈椎可以发出神经支配肩关节 所以由于颈椎肩盘突出 或者是颈椎的疾病 导致支配肩关节的神经受到刺激 引起的肩部疼痛 所以是病因不大一样 对 其实我真的有的时候管不到那个病因了 我就想知道我的感受上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因为感受是最直接的嘛 对 对吧 你们觉得呢 就是虽然我没有听过这个颈圆性的这个肩痛 但是我觉得因为它如果是神经性引起的 会不会是那种跳的那种疼法 就是一跳一跳的疼 但是颈椎颜我知道是那种 抬起来就不能再往上了 再往上才会特别疼 但你要放下来的话还可以 木希 可能是颈椎颜它疼嘛 它是那种你干了什么事它才会疼 可能颈圆性的是你无时无刻 可能说不定吞就开始疼 就开始了 对 是你控制不了的 它是一个持续性的 我觉得那个颈椎颜可能主要是手不能抬 但如果是用颈圆性的肩痛 可能是脖子头啊这样转 这些动作可能都不太能进行 而且颈椎这两块它如果是神经类的话 它是那种阵痛嘛一阵一阵的 那建筑员就像他们说的 如果你不碰不到那个姿势可能就还好 所以这种颈圆性的肩痛可能会 我觉得更痛苦吧 来 小白还坚持刚才自己的观点吗 就是这块很圆的这块部位和肩膀 我觉得它那个肩周疼是吧 这个就是肩嘛疼 它是不是就是 对 另外一个那个颈圆性肩痛 肩痛 它是可是不是浑身后背啊 或者是这些这一块啊 就是它可能疼的面积更广一些 更广一些 我是这么想觉得啊 你看每次谈到一种疾病的时候 大家都会特别特别的操心 因为不知道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哪疼 怎么疼 疼多久都是问题 对吧 所以你看有的时候人和人之间 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气场 大家都有这种习惯 就是一提到什么问题的时候 好像我这也开始疼起来了 刚刚跟你们聊的时候我就觉得 我好像肩膀不太舒服 有点不太自在 对 所以说这两种不同的这种肩膀疼痛 到底应该怎么样来区分 怎么样从我们的感受和症状上来区分呢 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专业的人士 带着大家来自测一下 那么这两种疼痛 首先它的疼痛位置是一样的 都在肩部 但是肩周炎引起的疼痛 往往是活动后疼痛 因为疼痛而导致活动受限 它是一种动态痛 而颈椎原性肩痛 它更多的是一种静态痛 患者在卧床 久坐 保持一个姿势的时候 会出现肩部的疼痛 但是患者在活动肩部的时候 往往是可以比较顺利进行的 所以颈椎原性肩痛 它的本质是一种神经痛 它感觉到的肩痛 可以是一种持续的胀痛 或者是放射痛 但是大多数时间 是在静态的时候会出现 这么看来 好像我应该不是那种动态的 就排除了好多人 这个时候内心的疑惑 觉得原来不是我 你们现在有那个 感觉到痛的那种状态吗 在我原来有肩周炎的 这个症状的时候 我倒特别希望 有一些什么好办法 能帮我缓解这个疼痛 这个当时的那个感觉是 特别强烈的需求 今天我们节目非常贴心 然后为大家解决一下 这个实际生活当中的 这种疼痛 对吧 让他们在育儿道路上 轻装上阵 所以今天呢 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 来到我们的现场 要教大家缓解我们肩部疼痛的 一些好方法 接下来我们要有请到的是 首都医科大学 宣武医院疼痛科的主任医师 吴百山先生 欢迎吴教授 来 有请 欢迎吴教授 来 请 吴教授的迷人微笑 吴教授上来还拿了一个家伙事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颈椎模型 颈椎的模型 那这是下巴磕吗 这是后脑勺 下巴这么大 然后利用这个模型 为了给大家解释一下 什么是静缘性肩痛 好 什么是见周炎 那我们看 在一个颈椎旁边的黄色部分 是颈椎发出的神经 那么第四个和第五个神经 发出来之后 就会到达人的肩膀 连着肩 是的 所以如果颈椎病 比如说颈椎肩盘突出 或者颈椎的椎间孔狭窄 就可以刺激第四和第五对颈神经 就引起肩痛 所以它是一种神经痛 对的 所以静缘性肩痛它的本质是一种神经痛 所以这种疼痛往往比肩周炎可能会更剧烈一些 今天我们把吴教授请到了现场 其实就是要给我们的妈妈们解决实际的问题 当然不仅仅是妈妈 电视机前所有的可能有肩部不是这种状况的人 其实都可以跟着我们吴教授 很努力的爸爸们或许也有这样的问题 对 一起来学习一下 所以说接下来这样吧 我们还是要选一个在嘉宾里选一个 最近感觉这个状况比较激烈的人 然后来一起实践一下 这位嘉宾就是我了 因为我真的是我女儿的活靶子 来来来 有请你 今天你跟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 在谈到如何治疗之前 我想教大家一些方法 怎么能够自测一下 能够很快地判断出来 自己到底是肩周炎还是颈原性肩痛 你看好吗 好的 那么这几个动作比较简单 第一个动作是在肩关键前方 进行一个按压 这个位置叫股二头肌长头肩 通常会连着我们的胳膊 这个地方会有痛感 第二个位置是在侧面 侧面 侧面这个位置叫肩峰下滑囊 这个往往是在台臂的时候 会有很严重的痛痛 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地方 轻轻地按一下 它也会感觉到痛 好痛 对 前侧 第三个位置就是后面了 后面的话 我们经常在肩膀往后背的时候 会有的人会非常痛 或者背不过来 那么在这个位置 我们也会感觉到有明显的压痛 那么最后一个位置就是正上方了 正上方 因为肩关键在正上方呢 它往往是连着肩甲提肌 连着颈椎 所以这个位置会有明显的压痛 那么刚才是我给你测 其实你可以自己在家自己测 我可以 但是老师 自己测的话呢 还是这四个部位 这四个部位 但是我想知道这个力度 因为有的时候 你在给自己吃力的时候 你可能 力度可能会比刚才 您稍微差一点 正常的力度 一般人是不会痛的 但是如果正常的力度 你感觉到的是刺痛 而不是一种正常的痛 这种痛让你痛得很难忍受了 那么这就是一种病态的 一种疼痛了 那么刚才我给您检测的 这个方法或者这个手法 是用来检测肩周炎的 肩周炎 对 就是单纯的肩周炎 那么颈圆性肩痛 也有检测的手法 那么通常呢 颈圆性肩痛在颈部或者颈椎 有明显的压痛 那么我可以轻轻地示范一下吗 可以 因为其实很想感受 对了 这边 那么在我们颈椎的侧方呢 是神经从这出来 然后到达肩部 所以在神经出口的位置 就是在颈椎的侧方 所谓的颈椎横突 那我们在横突上呢 轻轻地按压一下 如果病人也会 感觉到明显的刺痛 或者是一种 电流一样的痛 到达了肩部 那么这种痛就是 颈圆性肩痛了 老师那您给我做完 这么多检测 那是不是我的病很严重啊 因为刚才呢 我在你的肩部按压 前 后 侧 上 你都会有明显的压痛 对 而且你有活动后的肩痛 那么现在呢 你的诊断应该 就是一个肩周炎 哦 我觉得那还好 就是我觉得 还是比较轻的病吧 老师 肩周炎比较轻 但是如果脱久了 也会比较难治 啊 那我不能让这个肩周炎 然后一直这么发展下去 老师那怎么 我可以在家里面 就可以稍微给自己缓解一下呢 因为如果不是很严重 我真的不想去医院 那么我现在就教你一个动作 可以来缓解肩周炎 好的 那么请你把双手伸直 然后呢 尽量地让两个手臂 贴住自己的耳朵 尽量地贴 贴紧 然后呢 两个手掌呢 合住 然后无限度地 往上拉伸 无限度地拉伸 然后我慢慢地放下来 对 慢慢地放下来 这个动作非常好 为什么呢 这个动作既缓解肩周炎 又缓解颈椎病 我感觉好像是轻松 你有没有觉得脖子也舒服一些 我现在最明显的感觉 是做完这个动作以后 我觉得我的肩膀很轻 对 就感觉很轻 然后感觉我脖子好像很灵活 对 第二个动作请您转过来 好 那老师那我配合您 可以把两个手 对掌 很好 然后逐渐地向上 可以吗 逐渐地向上 有点困难了 老师 对 坚持一会儿 你比我做的强多了 好 我一般是做不到这个位置的 那么这个对你的肩关节的拉伸 对于肩关节的双侧肩关节的 肌肉的松节 都是有好处的 其实我现在真的感觉到轻松很多 真的谢谢您 我们回家一定要坚持地练起来 不客气 谢谢老师 好的